感觉以前用的充电宝电量有点小 所以最近又买了一个大的 但是当我跟朋友说起它的电量时 没想到朋友的充电宝更大 朋友走了之后 生而要强的我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 所以我准备做一个超大的巨型充电宝 明日晚上有点明天 我先拿走 大小匙 录像小匙 鞋子 大小匙 重量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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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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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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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摔到手指 把鞋子弄起 鞋子弄起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巨型的充电宝现在已经做完了 它的容量大约是2700万毫安 相当于900个这样的大充电宝 大约能充满5000个 电池是3000毫安的手机 这是它充电的地方 我给它安装了60个充电接口 可以一起给手机充电 都晾完了 它不仅能够同时跟 可以给很多部手机充电 还可以给充电宝充电 给笔记本电脑充电 我老弟和朋友见到这个充电宝之后 非常的惊讶和羡慕 对我的技术也是散不绝口 并表示如果可以 也想要一个这样的充电宝 这个充电宝还可以给电瓶车充电 进行电瓶车道路救援 行了 充上了 在户外的时候有了它 你完全不用担心电量不足的问题 甚至可以一边钓鱼一边看电视 一边用洗衣机洗衣服 一边看电视 一边用洗衣机洗衣服 还能找到在家吃饭的感觉 有了这个充电宝 就算家里没电了 也可以拿来当个充电站来使用 再也不用担心断电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充电宝怎么样呢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